矩形的 它的距離,小老鼠100 豆點,應該是110 110 豆點80 OK,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我們就可以 畫出一個一個矩形在這個上面 追蹤到後面去 所以 追蹤點 抓到的時候,有時候要抓,抓到剛好一定要是這一點,再一次,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從前四角很容易點到後面的,那有時候用概念的時候呢 不如用2D,有時候2D線架構,比較看得到,再一次,這個地方 第一點的話 T,K,Enter 第一點的話就這個追蹤點 我們把它切到那個 切到那個東南等角來看 東南的部分 OK,然後一樣矩形 那特別注意,把那個 UCS 切到那個 世界的,再一次,這個地方 這個,第一點 T,K,Enter 然後呢,第一個追蹤點在這裡 那追過來之後的話,這個時候就比較 比較清楚,20,Enter 然後向上,所以這個地方 把它往上拉 這個 向上的 這個 這個方法 如果不用TK的話 你可以先追蹤出來 先把矩形畫出來之後 換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它本身就移動嘛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矩形 這個2D的矩形 做一個移動 這邊向右 那等於是你要做兩次移動 第一次移動的話呢,就是 向 右移動 所以點一下 拉向這個方向20 那跟TK的結果也是一樣 往上20 那它就會剛好放在 這一個位置 我們要的位置 這個矩形 把它拉伸一下 應該是110 我剛剛是少了 打到100 OK 好 120 120